拉棺材的雪橇不小心从山顶倾倒 同伴赶忙拉进绳子 绳子却意外断了 男孩和棺材瞬间一起快速向山下滑去 好在男孩手脚并用成功杀住了车 然而棺材里面的朋友客就惨了 先是棺材脱离了雪橇 接着朋友脱离了棺材 然后顺着斜坡一路快速向下 老朋友的一提就这样滑到了冰边 杰克想要去拿回弹药 却又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 这下子弹全都掉进了狐狸 及时赶来的艾莉迅速扔过来一条绳子 两人一起合力才把杰克拉了上来 为了防止他冻成冰棍 他们第一时间脱掉了他的衣服 为他披上一条干燥的毛毯 并不断按摩揉搓 他的身体防止冻僵 就这样杰克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 然而当晚又发生了更加恐怖的事情 天色刚刚全暗下来 不远处就传来了乐狼的吼叫声 此时他们的身上竟剩下三发子弹 这样的条件面对狼群无异于直接落奔 一头混血狼狗上前引诱雪橇拳出来 看着自己最爱的狗被狼群逮走 老爷子端起猎枪就追了上去 一会儿的功夫就打光了三发子弹 恶狼将他扑倒 而两人却什么都做不了 他们只能听着老爷子的惨叫 回荡在森林中 两人守着火堆不敢闭眼 艾莉让杰克先睡一会儿自己来守夜 可就当杰克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时 发现眼前竟是一匹凶狠的恶狼 艾莉淡定地叫他起来帮忙 两人经过一番努力 终于用火把赶走的狼群 接下来他们一起守着篝火直到天亮 确认安全以后 他们准备继续上路 而身后埋伏已久的恶狼趁起不备 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杰克瞬间就被扑倒在地 还没等艾莉反应过来 也被一头恶狼扑倒 接着更多的狼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 两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枪响 饥饿的狼群这才算放弃他们逃走了 原来是路过的陶金克 发现了两人的烟火将他们救了下来 另一边 昨晚那条引游血敲拳的混血狼群 被老爷子用枪打中了 他身中鼠枪却依然艰难地 在雪地里匍匐前进 因为枯树洞里是他细心照料的孩子 他用尽浑身的力气 终于回到了家门口 小混血听到声音来到外面 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母亲 可年幼的他还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看到孩子最后一面后 母亲这才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小混血来到母亲的身边 静静地趴在他的身上 感受着母亲那逐渐消失的温度 一场大雪悄然来袭 一时间整个森林都变得银庄素果 雪过天晴 母亲的身上已经被白雪覆盖 小混血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这是他才算终于明白 今后的路要靠自己走了 出生以来他第一次走出洞穴 外面的一切对他来说 似乎都充满了威胁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狼群 还没等他追上狼群就跑远了 本想从地上随便找点吃的 却不幸坠落山洞差点摔死 他一路跌跌撞撞地来到河边 此时和对面正在打水的杰克发现了他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杰克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狼仔 兴奋地吹口哨跟他打招呼 小混血第一次见这种没见过的人类 于是警惕地转身逃走了 虽然只是一次简单的见面 却意外让他们结下了一世的情愿 离开河边后 杰克跟艾莉继续运送棺材 此时的路越来越难走 前面的大山看起来更是无比的困难 杰克疑惑地问艾莉为什么不随便找个地方把这家伙埋了 反正他也不清楚到底在哪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老友的家 艾莉兴奋地不断拍打着棺材般告诉好友 安葬好老友之后 他们继续上路 经过两天的跋涉 他们来到一座樱桃金热淫育而生的小镇 所有的桃金壳都会在这里歇脚整顿 艾莉希望杰克能在这里找一个搭档 祝他好运之后就打算跟他分道扬镳 然而初来乍到的杰克人生地不熟 为了能让艾莉亲自带他去 他打算划身狗皮羔羊 只因艾莉是他父亲逃金路上的朋友 也是他唯一能信的过的人 因为刚从旧金山到这里的第一天 他就体验到了这里的阴险 刚一下船 他就被三个小混混团团围住 一会儿的功夫 几人就合伙偷走了他的钱包 等候之后觉得他发现时为时已晚 杰克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是因为父亲在临终前给他寄了一些金粉 他要来完成父亲未尽的一约 在这片布满黄金的地方找到金框 他无暇顾及兜失的钱包 必须尽快找到父亲心中的好友艾莉 听说他在黄金阶梯上 但想上前并不容易 杰克一开始还不以为然 可看到耸入云霄般的天梯后 他彻底惊呆了 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竟然是如此的渺小 但依然有大批桃金可不惜杜上性命 想在阿拉斯加这片土地上掏的金子 从而一夜暴富走上人生的巅峰 杰克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桃金大队 他随着大队一路两枪地不停向上爬 终于赶在天黑前爬到了雪顶 但这里也只是桃金之路的起点 杰克也终于在山顶找到了艾莉 表明身份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但艾莉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抬起一口棺材 里面是他因桃金失去的第二个朋友了 他不想再目睹有人因此离开 于是让杰克最好赶紧回家找份工作 而父亲的另一个朋友则想要他加入金来 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 艾莉思考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固有的孩子死在冰天雪地里 就这样一关三人七狗踏上了征程 他们穿过威厄湛蓝的冰川 眼前的一切都让杰克感到无比的震撼 然而当他们穿越雪山时 杰克却发现身后有几头狼一直跟着 一紧张他直接一头栽到了地上 然而艾莉他们却丝毫不慌 因为冰雪中的狼一般不会攻击人类 应该只是盯上了父子拉雪敲的几条狗 艾莉朝着天空开了一枪 吓走了身后紧跟的几匹狼 然而极恶的狼群并没打算善罢甘休 而是远远地站在山顶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当晚由于钱不着村后不着店 几人只能直接在雪地点燃购火露营 安顿下来后杰克居然拿出了牙刷 看来他是把这里当成过日子了 突然他的毯子不小心被火引燃了 杰克慌忙起身灭火 前后只一会儿的功夫刷牙的水就冻成了冰 老爷子拿着七条鱼去微学敲拳 他的狗却没有吃到 他断定狗群里一定混进了一头狼 说话间森林中传来了阵阵狼嚎声 老爷子紧张地端起猎枪 艾莉子安慰他说不用紧张 他们不敢靠近篝火 好在这晚狼群并没有发起进攻 次日天气不错 他们也早早地就起床出发了 没多久就来到了一处下坡 道路非常的陡峭 缓慢前行中杰克的书包不小心滑落 他伸手去捡书包的时候 雪橇被他拉得失去了重心 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萤幕 杰克捡子弹的时候不幸掉进了病库 子弹没有了 饥饿的狼群却发起了进攻 着急救爱犬的老爷子直接被狼群带走了 也就在这天的次日 杰克第一次遇见了小混血 艾莉按照承诺安顿好棺材里的老友之后 打算跟杰克分道扬镳 然而杰克为了让艾莉带自己去父亲的矿区 直接化身为狗皮膏药 看艾莉进了酒吧 杰克也就跟着走了进去 原来艾莉过来是见她的老相好 艾莉看到进来的杰克很清楚她的心理 所以委婉地让她该干嘛干嘛去 然而杰克并没有因此放弃 既然直接搞不定你 那就只能采取去线策略 走出酒店之后 她就一直等待寒冷的打劫 看到艾莉老相好提着东西出来 她就赶忙上前帮忙 老相好看她不错 就热情地邀请她到家坐坐 然而杰克也正有此意 当艾莉回来发现他们两个在一起 顿时憋了一肚子的气 趁着老相好去拿甜点的功夫 艾莉开始对杰克下大柱 主客令赶紧给我出去 然而杰克也不甘示弱 想要我离开也可以答应我带我过去 否则我就来这里不走了 艾莉只能无奈地说 如果你能在两秒没离开 我会考虑的 杰克只好立马起身就走 先称赞老相好的厨艺不错 又顺走了一分甜点 然后便迅速地离开了房间 老相好感觉这小子不错 艾莉也顿时若有所思 次日天空下起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杰克正在造船的时候 艾莉看到走了过来 不但给出了改静的建议 还带来了可以带他去父亲狂居的好消息 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 此时天气开始转暖 冰雪消融万无开始焕发升级 是时候该准备出发了 老相好过来给他们送行 艾莉对他承诺 等挖到金子就回旧金山开一家旅馆 随后两人再次踏上了淘金之旅 湛蓝的天空下 洁白的云层为他们送行 两人奋力地划着小船顺流而下 快速前进 岸边的七色彩虹 也预示着他们会有好的收成 一路上醉人的风景 净化着两人的心灵 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之后 天色渐弯 此时小船也出现了 渗水需要重新上游 因为艾莉认识 岸边印第安部落的酋长 就打算在这里休整一夜再走 也正是在这里 杰克再一次遇到了小混血 只是几个月不见 他已经长大 并且成为了酋长的一只工作犬 原来自从上次 他们第一次见面分别之后 饥饿的小混血想要找点吃的 看到水里的活鱼 他不知道该如何下嘴 看到雪地的老鼠 他不知道该如何抓捕 饥饿的他只能靠看树枝填饱肚子 不过这树枝也确实有点难以下咽 正当快咬了晕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只掉着的兔子 他一心想着吃上面的肉 却丝毫没注意到下面猎人的陷阱 结果不小心踩中陷阱 触发了机关 他瞬间就被掉到了半空中 没多久赶来的酋长发现了他 酋长一眼便看出 他是狼与狗的混血 如果带回去好好训练 绝对是一只上等的工作犬 看着他那一口健康洁白的牙齿 酋长就直接给他取名为白牙 带回部落后就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训练 渐渐的他就真的失去了狼性 成为了一只真正的工作犬 虽然已经好几个月没见 他们还是一眼便认出了对方 杰克上前想要抚摸 却被白牙警惕地提醒 因为直到今天他从未被抚摸过 酋长拉住杰克的手 好心地提醒他 狗是用来工作的 而我们就是他们的神 长大后的白牙变得深沉 骨子里散发着狼族独特的魅力 次日杰克在丛林转悠的时候 再次遇到了白牙 然而白牙却警惕地跑开了 没多久 一头棕熊突然出现在了杰克的身后 杰克吓得把腿就跑 然而棕熊却紧随其后 不愿放弃这块肥肉 慌乱中 杰克迅速钻到了一堆木柴的下面 然而脚踝还是不幸被棕熊抓了一下 但维基并没有接触 他先是用爪子试图扩大洞口 失败以后又起身从上面发起了进攻 杰克一俯不小心被巨大的熊掌撕来 就在这时听到动静的白牙冲了过来 棕熊转一幕遥向他发出吼叫 但他丝毫不拒 甚至还摆出了放马过来的架势 经过一番对峙 棕熊自知得不到好处 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了这块肥肉 随后白牙回头看了看杰克 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就这样杰克成功地得救了 在杰克准备离开部落的时候 为了表示白牙对自己救命之恩的感谢 杰克为白牙留下了两根牛肉干 就这样两人再次上路出发了 白牙来到高点 遥望着牧松这个善待他的男孩 又经过几天的水上滑行之后 他们终于上岸 终于在森林深处的一条河边上 发现了父亲的矿区 也是父亲安葬的地方 杰克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 那些布满灰尘的老物件 都能勾起他对父亲的想象 在母乡里发现了一张家人的全家福 是他能在这间破败的小木屋里 找寻到的唯一一点 父亲生活过的痕迹 也就是在这里 艾莉才知道杰克的母亲也去世了 艾莉想要继续北上去寻找黄金 然而杰克却希望他留下事实再说 最终艾莉被杰克的真诚打动 次日两人便正式开始了淘金行动 就连破旧的小屋也被重新修整了一番 虽然连续几天下来都一无所获 但他们所需的屋子已经不多了 两人打算回到小镇去采购屋子 没想到在这里再次遇到了白牙 只是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酋长的工作犬 而是变成了那三个小混混的斗狗犬 原来那天酋长带着白牙来到镇上 贩埋皮毛补贴家用 进店的时候 他让白牙在店门口等着 那三个小混混一眼便发现了气质非凡的白牙 如今他们在这个小镇非法斗狗 试图发家致富 趁酋长到店里买东西的功夫 他们直接放开了自己的狗 想要试试白牙的精良 没想到凶悍的兰波哥犬 却被白牙轻松地致富 就在这时及时赶来的酋长拦住了白牙 然而三个小混混却反咬一口 说是白牙攻击了他们的狗 最终小混混给了酋长两个选择 要么你进监狱再也见不到家人 要么你直接把白牙送给我了 为了避免接外生枝顺利回家见到家人 酋长不得不答应了小混混的无力要求 直接把白牙免费拱手送给了他们 从此以后白牙就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生活 为了让白牙变得更狠 更凶战斗力更强 混混每天都拿着棍子对他进行刺激训练 不久后白牙就被带上了斗狗场 场边一众陌生的面孔让白牙瞬间惊慌失措 但他没有退路因为对手已经扑来 白牙只得到处闪躲 但对手却咄咄逼人 无奈之下白牙开始反击 白牙的狼性逐渐爆发出来之后 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前后止不到三秒 对手就平躺在地上认输 就这样混混开心地赚了一大笔钱 白牙于心不忍 想上前关心下对手 却被混混直接一把拽走 从此白牙无奈地成了一条斗犬 为了生存 他别无选择只能麻木地不断战斗 从一次次胜利中间难求生 这也让小混混们赚得盆满不满 每天不停地战斗 白牙的浑身都布满了伤痕 但在混混的眼里 他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这天夜里混混的心情不错 给白牙带了根骨头 白牙太久没啃过骨头 只得乖乖蹲坐 混混拿着骨头刚要靠近 白牙感受到威胁 立马露出疗牙滋味 混混瞬间怒了 把骨头随手扔到了地上 冰恶狠狠地对他说 说完便直接转身离去 白牙只得眼睁睁地 看着地上的骨头 委屈得哼哼唧唧 知道这天 有人带来了一条斗犬 虽然他看起来身心矮小 但好斗的天性 让他占据了上风 最终白牙不敌对手 被死死咬住了脖子 来镇上采购物资的 杰克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他快速上前拦住了 让白牙继续战斗的混混 艾力迅速用猎枪控制住了局面 让杰克将斗犬嘴里的白牙救了下来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警长来了的消息 所有人都吓得以哄而散 赶紧逃跑 杰克还依然清楚地记得 他们三个小偷 上次被偷的钱 就当是这次买下白牙的钱 杰克抱着奄奄一息的白牙 离开了这里 然而这三个坏家伙 却并不打算善罢甘休 两人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单架 把白牙拖回了矿区 养在他们的房间里 让他慢慢地恢复身体 第二天两人下班回家 才发现昨天还奄奄一息的白牙 已经恢复了元气 并且把房间里面搞得一团糟 这下麻烦有点大了 因为现在的白牙 已经完全释放了狼性 贸然行动很可能会受伤 杰克两手空空缓慢向他靠近 他仍然相信善待他是对的 杰克小心翼翼地解开 缠绕在凳子上的铁链 白牙却突然警惕地 向他发起了进攻 但也能看出来 他并没有下中口 杰克强忍着疼痛告诉白牙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我不会像他们那样对待你的 但是白牙依旧保持着 高度警觉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为了安抚白牙的情绪 杰克只好把链子拴到外面 旁边还放了一碗柔 没过一会 白牙便自己从房间跑了出来 白牙此前一直都被人类折磨 他再也不敢跟人亲近 可杰克坚信只要给白牙做够多的爱 只要让白牙感受到了人类的友善 他就一定能成为自己最好的伙伴 次日杰克带着肉干 再次来到白牙的身边 开始的时候 白牙还保持着高度警惕 杰克用手里的食物 一点一点地与他建立信任 渐渐地白牙接受了满怀善意的杰克 爱意听到了杰克的声音 他立马从床上爬起来到床边 却发现杰克被白牙咬住了胳膊 他急忙拿起猎枪冲出了房间 这一嗓子把杰克和白牙都吓了一跳 看到他手里的猎枪 白牙向他刺牙咧嘴地咆哮了起来 杰克让爱丽立马把枪放下 虽然有点不相信爱丽还是照做了 白牙瞬间便安静了下来 接着杰克游给爱丽也是他们只是在玩耍 这让爱丽感觉非常的难以置信 看他们如此的清静 爱丽只好一步三回头地回房休息了 随后杰克释放了白牙 两人在林中自由地穿行 他们成为了彼此要好的朋友 而白牙也为淘金出了一份力 这天本来都要到下班的时间了 杰克准备带着白牙再下去装一车试试 没想到他们刚进入洞内就发生了坍塌 这是每个淘金者都要面对的命运 爱丽迅速拎上照明灯跑进洞内查看情况 发现白牙正在奋力地扒着土堆 幸运的是剩余的母装 为杰克撑起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就这样杰克安然无恙地逃过了一劫 可正当他感叹重见光明活着真好时 爱丽却在白牙的脚上发现了梦寐以求的金粉 来不及庆幸劫后余生两人再次冲进坑洞 这才发现黄金就在刚才他方的位置 杰克兴奋地表示我们要发大财了 然而爱丽却十分地淡定 就算是金子也要测试纯度 而品质差的同样值不了多少钱 为了测试金子的纯度 杰克决定带着挖出来的金豆子去镇上检测 为了防止带着白牙去人多的小镇会节外生枝 临走前杰克把白牙关在了房间 看着好友杰克逐渐离自己远去 白牙从房间一遇而起 一头撞碎了玻璃 随后静止跑向了杰克的身边 无论走到哪里 白牙都会追随杰克的脚步 为了安全起见 杰克还是给白牙带上了绳子 来到检测点 杰克把金子交给了测试人员 金子被倒入了干锅里面 而白牙则发现了那三个昏昏中的一个 机构要记录采矿人的信息 这是属于杰克父子的矿区 而杰克却要求在上面加上爱里的名字 并声称这个矿区开采的金矿 属于我们两个人 没多久 金子被倒入模具 最终制成了一个金块 从上面敲下来一小块后 放入熔液检测纯度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 心里忐忑不安的杰克终于拿到了结果 当他准备带着白牙离开小镇的时候 却被赶来的三个小混混再次盯上了 他们决定要重新夺回一切 杰克带回了检刺结果 看他的表情似乎纯度不尽人意 让爱里没有想到的是 上面多了自己的名字 杰克迫不及待地念出了检刺结果 金子的蠢度居然达到了 惊人的98% 这意味着他们真的要发大财了 然而他们没注意到的是 那三个小混混已经跟踪杰克来到了矿区 就在杰克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爱里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想带着杰克回旧金山 成为旅馆的股东 还决定以杰克父亲的名字为旅馆命名 作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爱里不想看着自己好友的儿子孤身一人 杰克听后非常的开心 但此时的他还并不想这么着急地离开 次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三个小混混开始发起了进攻 先让一人爬到房顶堵住了烟囱 接着两人在房间的正面拿枪把手 敏锐的爱里感觉房顶有东西 并且炉子的烟开始往屋内倒灌 他带上猎枪正准备出门查看的时候 一发子弹差点击中他的头部 床上的杰克也被清脆的枪声瞬间惊醒 虽然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人 爱里肯定杰克从镇上回来被人跟踪了 三人开始轮番潮无内事迹 两人也只能尽量将低身体蹲地上躲避 连续半天的进攻不但不见人出来 里面还是不是传出吹奏乐器的声音 这可把外面的混混给气坏了 为了把他们赶出房间 小混混又开始在木屋外放火 一阵疯狂的燃烧后他们觉得是时候了 一个小混混上前一脚踹开了房门 白牙看到一个猫子上前扑到了混混 混混手里的枪不小心走火 子弹正好打中了另一个混混的脚 一瞬间的功夫 小混混就损失了两元大将 紧接着白牙又凭一己之力扑倒了曾经的仇人 混混本想上前去捡地上的枪 结果被白牙狠狠地咬中了屁股 要不是杰克及时赶到 估计他能被白牙撕成肉腻 就这样三个无赖偷袭不成却成了拉雪橇的狗 每个人身上不但背着大包行李 还被掏上绳子拉着杰克他们掏来的金子 证明看到他们三个混混被捕都大快人心 最终三人全部被交给了警察 接下来杰克和艾莉也就准备带金子回旧近山了 这也意味着杰克和白牙也迎来了离别 因为白牙是一匹狼 他应该属于自由的森林而不是人类的城市 白牙似乎也感受到了什么 他把头放到了杰克的腿上 随后抬头望向了杰克 杰克也满眼不舍地看着白牙 随后他带着白牙来到河边 两人依偎在一起 杰克不停地抚摸着白牙 一直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杰克终于做出了决定 他带着白牙来到一块空旷的草地 蹲下绳子姐开了他脖子上的绳子 为了和艾莉一起离开这里 杰克只能含泪放他自由 可无论他怎样驱赶 白牙就是不愿意离开 不管是大骂还是用石头砸都无济于事 直到他拿起白牙惧怕的棍棒 白牙这才转身跑掉了 就在他准备登船离开的时候 杰克又突然反悔了 他告诉艾莉我暂时还不能离开 艾莉也十分能理解他的想法 他和白牙的缘分很早就开始了 他们的缘分也应该继续延续下去 艾莉不但支持他回去 还承诺会保留杰克旅馆的股份 欢迎他随时光临 告别艾莉后 杰克又重新回到了森林 他想用孔哨换回白牙 然而多次尝试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杰克只好先回到矿区的木屋 整理里面被烧坏的东西 把损坏的房顶重新修整一番 就在他忙碌的时候 白牙突然悄悄地从远处出现了 杰克一转头终于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伙伴 他抛下手中的工作 奋不顾身地奔向了白牙 雪地黄金犬是由兰德尔克来自指导 伊桑霍克克劳斯布朗道尔 以及有一半狗血统的郎杰德领衔主演 上映于1991年的美国冒险剧情电影 影片由小说白牙改编而成 杰克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之身 来到阿拉斯加寻找金犷 在这里他遇到了重情重义的爱丽 于是两人决定结伴同行 绝境路上危险重重 杰克好几次差点命丧黄泉 而一只名叫白牙的阿拉斯加雪橇犬 却好几次拯救了他的生命 并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白牙被毒狗的恶棍当成摇钱树时 杰克也毫不犹豫地对其伸出了援手 一人一狗之间慢慢滋生出了有一盒信任 最终他们也如愿找到了金犷 当分别来临面临抉择时 杰克试图放下对白牙的牵挂 去诚实过自己的富足生活 但最后他还是没有违背自己的意志 和白牙留在了他们一起生活过的小木屋里 影片虽然主要讲述了一段感人的人狗情愿 但也表达了生态批评思想 所谓的生态批评思想 是主张人类用一种生态意识和眼光 来理性看待周围的人类社会与大自然 从而构建出和谐的生态化家园 原本的阿拉斯加只有一望无际的血缘 和平坦纯净的血地 动物们可以在广袤的山野间肆意奔跑 可利益寻星的人类为了寻找金框 打破了原有的和谐和平静 环境遭到破坏狼群猎不到食物 原本不会攻击人类的狼群 也不得不向人类发起进攻 而隐喻而生的小镇里除了泥泞就是肮脏 这也是在传递人类毁坏自然生态的忧虑和不安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